本节目不推介任何股票 投资奏股票 每一个人都知道要逆向思考 这句话朗朗上口 你有这样做吗 还是你是跟着蔡奇亚市场上的散路随波逐流 我现明清跟其他投资老师最不一样的地方是 股票要涨以前我会事先告诉你 其他投资老师是股票已经涨停板了 才告诉你还有下一档叫你来参加会 这是我跟其他投资老师不一样的地方 而且我一定事先要告诉你 这个叫逆向思考 这个礼拜我都在讲一档生意股 它叫高端 我怎么讲 有时候想一想 我请问你 你要去日本吗 没有啊 很多人不去日本也骂高端 对不对 你要去日本也就罢了 你不去日本也骂高端 因为日本听说高端 还要做PCR 你不去高端 你不去日本也骂高端 第二个 你没有打高端 你也骂高端 再来呢 你没有做股票 你也骂高端 你做股票 你没有高端 你也骂高端 我说台湾 股票市场里面 不知道有多少档股票 下市了 这些股票也没有被 像高端那样被骂得很惨 已经下市了 那投资人的钱 是变成壁子 没有了 都没有被 没有像高端那样被骂那么惨 对不对 所以我说股票市场 那叫逆向思考 那昨天 这个礼拜啊 不止昨天而已啊 前天我都是这样讲 其实上个礼拜就开始讲高端 我为什么要讲它 因为我做生意股 虽然我会 只有一档叫唐琪 但是我为什么要讲高端 那个就是 我们叫同理可证 我再问你一遍 有难党股票也被骂这么惨的 所以有的是想一想 各位不要看政论节目 不要看网路 你做股票的人 你要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这个产业的未来 你要看的是正确的数据 而不是看网路看政论节目 如果你要看政论节目 要看网路 那你就不要做股票 为什么 你会受影响 你在想 你要在股票市场 你要赚到大钱 你的财务要比别人多很多 那你就是 你又有很坚定的毅力 你要跟别人想法不一样 只是你跟其他菜市场的想法一样 台湾就没赚佣人 台湾就没穷人了 所以为什么我对我的会员 有时候我蛮亲悲我的会员的 为什么 他们会参加我的会员 他们会做一档股票 一做就是可能 我们是企业 去年去也要到现在 企业要到现在 从30级 他曾经涨到250级 又要摔到今天最低点113 这一路上有多少会员来来齐去 可是因为讲说 去年7月1号以前的会员 你们真的是 除了天使投资以外 你们赚的是倍数的倍数 所以有些新加入的 他不明就你 老师我才不跟你了解 如果你一档股票 从头开始参加的 你的财产是翻好几番 所以为什么我昨天 就不断地提醒各位 我一直在讲高端 那个叫一个概念 来我们看昨天的高端在这里 好顺便把大盘讲一下 这是大盘 昨天的大盘 虽然跌 我告诉你 他还没翻空 这台阶也没翻空 好 这个高端你看 才正式翻多 昨天还跌的 昨天收67块 然后呢 来看今天 我相信今天 今天早上 相信很多人看到新闻 你心里就只有会想一个 什么逻辑 薛老师你真是厉害 薛老师你是神 我不是神 而是我在这个市场上 从八十几年到现在 你说我如果看一千档股票 我可能跟你一样 我像蔡奇亚 每天买股票五档四档我跟你一样 可是我做一档 这叫专业 你今天看到这则新闻 你会觉得 薛老师我参加你的会很值得 虽然股票会有涨有跌 可是总有一天 薛老师会带我卖最好的价位 或者可能让你财产怀好几番 但是也要看你什么点进来 譬如说 糖基你去买200多的 你一定比买 你35块逼卖 40块逼卖 50块逼卖 100块的倍数少 那也没有关系 因为股票我不可能一档股票 做一辈子 它到了某一个点的时候 我一定会全部出清 再重新 找一档股票 或者有一档比它更好的 我们再重新做下一档 就好像长盛去换 换汤鸡一样 长盛做完就做汤鸡 逻辑是一样的 你如果不是我的会 你对不起 有的时候你半路进来 有时候真的要很辛苦 你今天看到这首新闻 你会觉得 薛老师你怎么知道 你好像有知道什么东西 来 我们看今天 食药署结益 一致认同高端疫苗 符合保护效果 而且高端 它比BNT差一点点 它的保护力比莫德纳 还好一点点 比我打的AG还要好 我说我加就好了 我们是有什么疫苗 打什么疫苗 对 可是我们家人 我们家人 有心血管疾病 所以我刚才 我去打莫德纳 很不舒服 所以我们家人不是显得高端 后来就打诺马尔克 你要在台湾有多少人 是因为不能打莫德纳 不能打BNT 对因为 那对吸血管 相对的 相对我们叫做 MRNA相对的比 刺蛋白还要不安全 刺蛋白比较安全 就是我们一般 譬如说我昨天去打流感 那个是从小一直打 打的那个 我们叫做吃蛋白的 那个对身体来讲 不会造成很大的冲击 台湾的多少人是因为这样子 没有疫苗 打AG 又不能打莫德纳 不能打BNT 选择 那时候没有就选择高端 现在有诺马尔克 当然打诺马尔克 因为诺马尔克有被 WHO EUA 高端没有 这就是事实 怎么大家都在打他 我说当大家打他的时候 你会不会思考 危机就是转机 危机就是机会 为什么 来 先看内容 各位 石耀署昨天新闻稿表示 委会的专家失误人 当然主席不参与投票 14人同意 14人同意 全部一致认同 高端有综合保护力 这14个人 我告诉你这14个人 这不是在中国 14个人全部 只能同意 不能不同意 不是啊 台湾是自由 台湾是民主 这14个人 就像彩虹一样 什么颜色都有 对不对 就像一道彩虹 什么颜色都有 那就专业好不好 这段时间 有很多人 甚至还去放空高端 我都想不通 我看没卖着 真的有时候 我解读 你在这段时间 来我们注意看 这是100块以下 100块以下 100块以下 差不多在9月20号 到昨天 100块以下 你看来买超 这是高端 你看 摩根大通 美商高盛 摩根斯坦利 新加坡主委 这里就买了将近1万张 就叫买将近1万张 所以为什么 我这个时间 就要提醒各位 你不见得要跟着我做 但是 但是如果股票会上来 有些东西 我就给你一个概念 我看今天的高端来 我跟其他投稿老师一样吗 今天跟你讲高端吗 不是啊 我这个礼拜全部都要讲高端 甚至上个礼拜我就讲高端了 我说 股票市场 你要看最弱势的股票 如果不跌了 这个盘就没问题 我天天跟你这样讲 然后呢 今天高端 来 看到 而且我 绝对都是 事先告诉你 就昨天嘛 今天直接跳上来 然后 这叫一架到底 锁了1万多张 这1万多张 有没有感觉 这里 就大概100块以下 摩根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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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利 高盛 你看 你看买超市都是几千张的 这里除了 和库的西台中 有一千多张 其他都是散户买的 有没有 几百张几百张 人家是几千张再买 这里买了1万张 9800张 那好像就是这里的收账庭的 100块以下买了1万张 我还没算他100块以前 所以我当时就用 我说你有看过一档股票 这大盘15475反弹失败 反弹失败12629落底 好台积电527开始反弹失败 反弹失败落底 然后不跌了 好高端你看他说除前期以后 150.5下来以后从来没有反弹 一直往下灌 你看就这样灌灌灌灌灌 灌到60.1 我说昨天告诉你你有看到股票 打几折打四折 如果用他417 我讲说没有 如果不含前期417 下来是打1.5折 我昨天前天跟你讲 你去买那个跳楼的 跳楼大发卖最少都要买三折 股票只有一点五折 那就是什么 来 这个外资在那边大买9800张 我相信外资一定 这外资一定 一边看电视 一边看这些所谓的政论节目 或是媒体 或是网络再骂高端 那这外资一定很爽 夭壽 他有这么小的东西都要求 对不对 这么便宜 所以他捡了9000多张 9800张 然后一天内来你看 你看今天总量1600多张 走了11800多张 这是从417块下来的 所以我要给一个概念就是什么 我还在那地方做没卖走的 看不懂就不要做就好了 看得懂你如果认为是对的 勇往值钱 对的就要勇往值钱 就好像鲍威特讲的 假设你要到一个目的地 路边的野果不断的叫嚣 你停下来回应他 但你永远不会到目的地嘛 稍微一个挫折 你就受不了就不要做就好了 不是吗 所以我常常跟我的会言 讲得很清楚 你要做生意股 你要有天使投资那种逻辑 要就是要暴力 怎么做暴力呢 我们来看 我这里用一个最简单的来 我们先讲我们的唐基 我一直很想讲这个概念 那今天好 顺这个逻辑来讲一下 你看内容 你注意看 好 新料技转 翁先生还有张先生是塑钱网 我看翁先生的部分 翁先生一直是业界的塑钱网 他开发的酵素抑制器 好 他把他技术转给美国第一大生技公司 叫蒙山都 这是1亿美金 另外唐类合成技术 也转给在汇整的这家唐类制造公司 这差不多1亿美金 好 然后再把自己的一家公司 卖给杜邦 卖了2亿美金 你把它算一算 我问你翁先生 他的身价多少 你随便算都超过3亿美金 他的身价是台币超过100亿 他怎么 我说他怎么会在乎浩鼎那几百张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 我说有的时候想一想 当老天爷给你机会的时候 你 天空白要疼你 要笑你 你把它弄到笨手 就够买 那就裂买了嘛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说 你看 单单他卖给杜邦就2亿 你看他这个部分就超过 应该讲超过3亿以上 因为 杜邦梦山都这个1亿美金 这2亿美金 才几个专利 结果这家公司总共有 133个专利是到4月22号前 4月22号以后还有 结果 最后今天股价才在这里 在这里 他的市值才多少 他的市值到今天的市值 才6.8亿美金 我就送给你听 翁先生他的专利 卖每几个就有4亿美金 总共这家有133亿美金 因为他全部几乎都记转了 这里才6.8亿美金 所以我会在乎他涨5块 他跌5块跌10块跌20块 我会在乎吗 这为什么我一直跟我的会员讲 你不做没关系不要做 不输嘛 你要做你就要体认 下来你要有钱嘛 你要撑得住嘛 因为有一天我会带你们卖在 卖在那个价位 电视开始又在骂我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卖很高的价位 我一定会有人去捡嘛 在那边抢嘛 因为媒体包装结束 又开始讲多好多好了嘛 所以我说作为一档股票 我为什么我常常常讲 我收不到会员 每个月节目会是200万我再赔 我收不到会员 我还愿意 是什么原因 我说一块两块没啊 我常常讲我的 应该讲我从事这个行业 二三十年来吃饭啦 住的啦 养小孩教育小孩的费用 都是在这个市场上 起职社会 我要用职社会嘛 我说有一天我总要退休吧 我好不容易 逮到一档这么好的股票 我每个月烧200万 全部有在乎嘛 需不负乏 没关系嘛 而且我要给各位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来 其实不是我在看而已 来我们先看道琼 多头嘛 你告诉我 这叫NASDA 你请问是多头吗 这叫汇整指数多头吗 这是S&P500多头吗 那是他100多头吗 这是生计指数 所以这个叫到大方向 我不再提醒你 叫大方向嘛 来我们再看一下 你看 生计指数是在这里 底在这里 打了多久的大底 这是一年来 好我们重新再看一遍 道琼才在这里打底 好NASDA还没打底吧 会不会再破新低 不知道嘛 好 汇成 然后S&P500 NASDA100 阿赤生计 各位好好去思考 我上次在讲 有时候当你在面临 一个时代的转折的时候 你有选择什么 还是说等到这个时代转折 那个行情已经过了 大家可能 财务已经翻好几番的时候 你回头看 啊 谢老师说到 我还准备按照他的想法 他的逻辑去做 我说你这些东西 好 休息一下再告诉你 马上回来 我还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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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十一柱形出发 用最新的思维 掌握正确的趋势 和方向 我是曾忠祕 非凡商业台 全都新观点 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本节目不推介任何股票 我也跟各位讲得很清楚 我说这个行情 今年低点已经出现了 会来来回回震荡 要看个股表现 这就是又不断在提醒你 所以你看今天来 这种股票 我这个礼拜为什么不断强调 包括上个礼拜不断强调高端疫苗 而是那个概念 股票跌身了 是因为被凑杀的 然后呢 我会讲说 我昨天怎么讲 我说EUA它就最早台湾过了 连你两次都不够 对不对 如果它不小心 WHO会给它EUA 你说它会不会回到400多 如果现在是300多 200多我这样讲 或许没天良 但是你从400多跌到60块 这个叫什么 本来阿兜啊 我在喊你变嘛 本来阿兜啊神经病 对不对 阿兜啊神经病去买 买了 买那么多干嘛 阿兜有事喔 100块以下 你看阿兜100块以下 这买了9800张 100块以下 从9月20开始买到现在 如果我叫会员去买100块 阿会员 他就给它挖又给它累 老师你 你买100块现在60 你不在60 阿兜都很笨 去买100的阿兜是很笨的 台湾的散路都很聰明 整个六百生都很聰明 问题是阿兜赚钱还是散路赚钱 所以有的时候股票 我常常跟我的会员讲 我要带你的是卖在哪里 对不对 起账的时候我叫你买你不买 你自己去买了以后 我有一天带你的 应该要比这个更高嘛 你来参加我会员才有意义啊 对不对 你叫我老师你为什么180不卖一下 现在接 那个叫那个叫什么 费车贵在那里 我只要带我的会员是要卖在哪里 那才重点 而且来我们看这里 这个是钻石生计 钻石生计有合一5.83个person 有糖基17.54个person 有鑫尿是9.74个person 然后呢 钻石生计同来没有谈到鑫尿 只谈合一 经典会有突破 也谈糖基会有突破 来我们来看喔 好 这是这是合一 这里8月11号 你看合一从这里155.5就这附近 跟你长了95个person 这是鑫尿 鑫尿在这里啊 8月11这里你看 在这个位置这样长了75个person 结果同一个时间这同一个时间 175的糖基现在到今天只剩下120 各位 那你看到什么 我说你看到什么 我看到的是 因为它目前什么都没有嘛 那任何股票 我常在讲股票会倒抽啦 倒抽是什么 它又涨以前 它如果没有把福尔洗干净以前 它怎么要涨 我昨天讲得很清楚 我说摩根斯坦尼 那个叫外资个人 昨天150张 最后的最后的卖压卖走了 我昨天也讲得很清楚 今天大盘开盘是跌啊 它有跌吗 今天大盘开盘 今天大盘最多跌多少 跌了118点 请问 请问它有跌吗 它有跌吗 开盘以后就全部都是红的 可是大盘还是 大盘是跌呢 全部都跌呢 我问你好了 我带会人做一档股票啦 我如果跟企业投资来 做几十几 几百几 好是喔 那个叫色域标啦 做一档的 不一定能抓住它的低点 但是也差不多相继不远 重点我要知道它的高点 我会知道它高点在哪里 所以就是要卖的那个点才是重点嘛 比赛看结果我常常在讲嘛 你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你要卖多少钱那才是重点嘛 所以我就用翁先生 他的专利 就单单这些专利就卖将近四亿美金 他 我应该这样讲我们应该感谢他才对 身价台币一百多亿的人 他无私地奉献到台湾来 台湾有很 有头脑很聪明的有钱人 蔡明星 这些人赶快找他说 你来售钱 我拿36亿出来 翁先生身价超过一百亿啊 他在乎 我浩亭几张或是我唐情几张吗 他在乎吗 结果他浩亭被打了 然后我有钱人最怕什么 命声去让他打仇 最怕被淹落嘛 淹落这么多年了 你去想 我说那个反作用力未来多大 所以 唐情这种 我说唐情的这种压下来的方式 似乎 在阴量一波 可能是你想象不到的涨幅 这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而已嘛 所以你想象 这里就是 这个专利就卖了这么多钱 他总共有133个专利 4月22号以前 那今天他的收盘价 以今天的收盘价才多少钱 对不对 以今天的收盘价 他才6.8亿美金 你有时候想一想 我昨天以前我想说 好 你又没去我明年在美国找人 对不对 找看看有没有像蔡重信这种人 阿里巴巴 就因为蔡重信 变成世界首富 然后蔡重信在极耳涌退去买了美国MBA的篮球队叫蓝王 这种人才是高手 那唐情就缺这种人嘛 唐情这些研究人员这些发明人都很厉害啊 那个叫做理工男好不好 理工男不会做生意啊 理工男一直每天都说我专利很好我很好 对啊你没买就没钱嘛 所以我说总有一天会有人发现嘛 对不对133个专利 你说他6.8亿吗 再看一遍 当乐伙在编这个指数的时候 唐积的市值是10亿 有些股票都在创新高的 唐积还倒退路 还是他计划啦 我说很厉害的这家台卫体 84亿就把它卖了 被人家下市了 被买走下市了 结果过了半年 200亿台卫体公司还在 200亿 他用84亿买一家公司 我可以说200亿台卫体还在 台湾人你要这样子吗 所以想要操作生意股 尤其有躺机的人 打电话来参加会 没同一个时间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圳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